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球哥说球》 胡人本赛季状态一直处于低迷阶段 结束五连败 又赎辉雄 球队始终无法走向连胜 伤病和球队老龄化成为最大的问题 因为伤病 胡人阵容变化非常频繁 在过去36场比赛中 沃格尔共计使用了20套不同的先发阵容 詹姆斯连续多场拿到30加的分 依然无法带领球队获得胜利 因为阵容老龄化 球队防守一切千里 排在联盟底部 进攻端只能依靠詹姆斯苦苦支持 这样的局面并不是配命卡舰队之初所想看到的 改变对于胡人而言是在必行 NBA记者胖最新报道 骑士非常有意胡人的老将朗多 龙多将会空降骑士填补卢比奥赛季报销带来的空缺 胡人交易朗多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问了省钱 交易朗多可以为胡人省下700万美元的奢侈税 胡人还将得到17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 另外由云朗多跟胡人签下的是一份老将底薪合同 所以他们跟骑士达成这笔交易并不需要匹配薪水 并且能够让他们腾出一个阵容名额 但是球哥觉得相较于朗多 胡人更应该送走三人 首先就是小乔丹 小乔丹曾经在快船队是飞天顿的扣篮 让球迷们热血喷张 但时过境迁 他的巅峰早已不在 上的赛季他就被篮王队扫地出门 本赛季加盟胡人队之后 曾在一段时间受到主教练的重用 当上了首发 但是场均只有4.5分 5.7篮板 在防守端也没有办法防住队位球员 让胡人队的内线成为了取款机 现在小乔丹也是被血藏 然后就是肖塔克 他原本是胡人队寄予厚望的新星 但是本赛季的发挥蜡眼镜 命中率只有38%加22.1% 而他在球场上时不时地出现失误 也让对方轻而易举地追分 而另外一名球员是贝兹莫尔 贝兹莫尔曾经担任过胡人队的首发 但是他昔日的防守早已退化 而在进攻端 贝兹莫尔更是成为了负担 场均只有4.3分2难断 命中率为33.7% 现在也是没能得到上场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胡人送走朗多指示交易的开端 根据前NBA管理层 显知名NBA携手扎塔拉的爆料 胡人目前正在交易市场上 积极寻找一位可以打无球 并且拥有不速得分能力的后卫 比如开拓者的鲍威尔 马次队的怀特 以及某队的司马特 但是张他妈表示 胡人应该将自己的眼光放低一些 因为凭他们现在手里的那些筹码 想要应进一位金资于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还是蛮困难的 胡人现在可以拿出的最大诚意 就是塔克加拿尔加2027年的守闻签 至于其他的球员 其实都没有什么交易价值 甚至很多都是负资产 考虑到薪资配品的问题 胡人最多可以换回一位 年薪在1500比2000万之间的球员 再加上他们想要的是拥有得分能力 且能打无球的后卫 因此张他拉尔认为老鹰球员伯格丹 伯格达诺维奇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老鹰本赛季的成绩十分不理想 所以接下来他们肯定会对阵容 做出一些调整 伯格丹目前的战术地位 相比于上赛季有了不小幅度的下滑 而且他下赛季的年薪达到了1800万 这肯定会成为老鹰队的负担 不过伯格丹的打法确实是符合胡人的需求 作为一名射手 他上赛季场均可以得到 16.4分3.6篮板3.3助攻1.1强段 其中三分命中率高达43.8% 由于战术地位的调整 本赛季伯格丹的数据 确实是出现了一些下滑 但是场均仍就可以得到 11.7分3.6篮板2.5助攻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认为胡人 凭借目前手里的这三个筹码 有机会换回鲍威尔 怀特以及司马特这三大后卫吗 如果不行 退而求其次选择伯格丹 那么又值不值得呢 其次小塔克为核心的交易方案 另外一个版本是三换一和活塞交易 换格兰特这是ESPN记者文霍斯的 在节目中所说的交易方案 活塞目前正处于重建期 格兰特对于他们虽然是核心 不过也不是不可交易 本赛季格兰特场均得到20.1分 作为风险球员 他完全可以和詹姆斯 为少有足够好的化学反应 小塔克本赛季得到大合同之后 防守没有 进攻端更是一塌糊涂 整个12月 33次万元出售仅仅命中五次 命中率已经下滑到22% 这样的数据 完全让无人对他失去了信心 胡人本赛季战绩不佳 球队内部暗流涌动 交易和裁员不可避免 其次如今赛程即将过半 胡人仅仅以17胜18负的战绩 排名西部第七 不要说争惯了 季后赛资格都得需要拼命争取 有很多人把这一切全部怪罪到微少头上 可这显然不公平 球阁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 微少与老瞻不够兼容 众所周知微少是NBN历史上最权能的后卫之一 他有四个赛季可以拿下场均三双的数据 这都是基于球权在手的情况下完成的 但老瞻同样是最权能的球星之一 他也需要球权在手 这势必会导致俩人的打法出现冲突 起码到目前为止 俩人不兼容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 经常看比赛的球迷都会发现 当微少打无球时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跟无头苍蝇一样 这点老战要好得多 不得不承认 两人都在问了球队做出牺牲 两人都在尝试无球 但效果的确不好 这也导致两人的威力大奖 二 浓眉状态低迷 本赛季浓眉卫胡人出战27场 场均可以拿到23.3分9.9篮板的准两双数据 命中率达到生涯第二高的52.1% 如果这是一般球星的数据 相信90%的球迷已经感到满意了 但他是浓眉 一个多次被评为为了联盟前五 甚至是联盟排练的球星 他今年只有28岁 正是统治联盟的年龄 但却看上去毫无激情 一组直接的数据 本赛季雄鹿与胡人的比赛中 浓眉得到18分9篮板 而预知多次对位的字母和狂砍47分9篮板 本该分庭抗礼的两人鱼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姿态 赛季至今 浓眉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可怜的17.9% 可以说曾经拥有的外线威胁性直线下降 无法拉开空间 让本就不善投射的老瞻与威少突破空间受到压缩 整个体系冰激瘫痪 而赛季出 浓眉还曾和霍华德在比赛中发生矛盾 并险些大打出手 这也破坏了球队的团结 种种行为已经让人对渴望当湖人老大的农眉 产生了质疑 农眉再不反省真的要陨落了 三 朱教练债术不利 众所周知 湖人19到20赛季 之所以能顺利夺取最后的总冠军 他们的防守体系是最大的法宝 当时阵容中的霍华德 铁林 农多 卡鲁索等人 都是防守高手 但本赛季他们似乎完全并且了这项法宝 外线经常漏人 内线又烧了大中风这道屏障 湖人根本无法内外兼顾 对手突入篮下犹如逛后花园一样轻松 教练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 常看球的人都知道 农眉最擅长的位置是四号位 但教练组却长长时间让农眉顶在球队首发中锋的位置 诚然 农眉有能力出任中锋 但了解农眉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体 不允许他频繁在内线与对手肉搏 上赛季湖人之所以首轮被太阳淘汰 与农眉的受伤脱不了干系 作为防患农眉受伤的方案 湖人休赛期映入了霍华德 最大目的就是配合农眉 但湖人教练组却跟着了魔一样 就是不用霍华德 最近宁愿让老瞻打中锋都不给霍华德机会 或许是惩罚 农眉又伤了 而且要缺席好几周 湖人成绩继续下敌已是必然 此 管理层急功近利 为少有短板吗 有 而且十分明显 但我却不认为他该为湖人的糟糕战绩买单 急功近利的管理层才是罪魁祸首 19到20湖人夺冠赛季 湖人与火箭曾在季后赛交手 当时火箭的核心正是哈登与威少 抛开哈登不说 湖人整个教练组已经将威少研究透 他们刻意放空威少 让他更多在外线出手 而对哈登实施包夹 最终4比2轻松淘汰火箭 那个系列赛 威少只能场军 拿到17.9分青蓝板4.6助攻的数据 整体命中率为42.1% 三分球更是只有可怜的24.2% 可急电这样 湖人管理层依然在清楚 窒息威少弱点与不足的情况下 不惜代价将其引入 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威少 高速转换中的得分能力与串联能力 而这两点威少都做得不错 但威少却被骂不会投篮 这真的有失功云 这显然是湖人管理层修在 其策略级打法定位出现偏差 湖人管理层难辞起就 最后我们一起期待湖人的变化 也希望湖人越来越好 能够真正的成为NBA总冠军 最有力的争夺者